里面就装着一颗很脏的石头 破破烂烂的纸伤里头 装着简易安全帽 还有一颗石头 脏死了 我要来去洗手 帽身满布刮痕 让民众好纳闷 买的是钢铁人的电动头盔 民众把食物放上网 网友搞笑留言 寄一个头盔加精炼石 要你自己锻造 还有人说这根本是战损版的 只是民众下单 想要买酷炫钢铁人头盔 原本眼睛会发光 还是全照式的 可以声控还附上遥控器 跟民众收到的真的差很大 也让当事人真的好无奈 这个超级张 还有一块石头 应该是增加它重量用的吧 时机点开一页式网页 网站上精美的钢铁人头盔 一顶只要1280 相比其他家动辄5000到1万元 民众心动下单真的亏很大 事后记者寻线来到包裹上寄出的地址 里头有不少包裹 还有不少是要退货的 才发现寄件商家可能是做两岸生意 厂商在大陆根本求偿无门 询问网路客服 对方也迟迟不回 都没有处理 也可以向各县市的消费者服务中心申诉 消费者服务中心会发文 请包裹上的寄件人做处理 民众原本是要买来送给孙子玩的 却惨当冤大头 提醒民众下单前可货比三家 不让黑心卖家有机可乘 三立新闻 市民企下帮名桃园采访报道